嗨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今天2月18號早上6點任天堂的直面會大家有看過了嗎? 我今天的這支影片要來挑幾個我有興趣的幾款遊戲跟我的想法 來和大家分享 首先我們就先來關注來自異度神劍2的艷雨光 參戰了任天堂明星大亂鬥啦 官方用了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方式來介紹這次的參戰選手 我看到主角雷克斯驚訝的喊說 咦 怎麼不是我參戰 我當下真的是笑出來 因為這也是我的心情 我當初會買異度神劍2 是當初我用Switch上的JoinSound在唱歌的時候 然後畫面一直有跑出主角雷克斯 那我被那個畫面中出現的雷克斯給萌到了 所以我就買了這一片了 但入手後呢 一直到現在我都還沒開始玩就是了 總之非常剛好兩部作品都是我有購買的遊戲 所以我非常期待這個DLC我買了 接下來是戰國無雙5 已經很久沒消息的戰國無雙終於出了新作 而且他把一到四代的整個世界觀給打掉重作了 目前從影片上的情報來看 是要透過信長跟光秀兩個角色的試點來打遍這個戰國 欸等等 我的伊達正宗呢 角色打掉重作沒關係啊 這個正太角色拜託留下 當初戰國無雙一代出來的時候 我還被裡面的伊達正宗蒙到我還去買了他的傳記回來看 我甚至還飛去仙台看他的木跟雕像合照 現在五代的伊達正宗如果出來不是那個可愛的小正太 這樣你對得起我的愛心嗎光榮 今集中的戰國無雙5是這個夏天出發了 下一個作品是聖劍傳說瑪娜傳奇 那這一作我也是蠻有興趣的 因為它當時出的時候我家裡還沒有PlayStation 那個時候我還是個SEGA Saturn派的學生 但是我身邊一些有玩過的朋友都對這款評價不錯 所以我會還蠻有興趣想說來體驗一下 那這邊順便來秀一下 我小時候留到現在的疾風之狼聖劍傳說3的攻略本 加上這一作 像聖劍傳說123跟瑪娜傳奇我就都有玩過了 希望這系列不要只是賣琴款啦 趕快出新作品吧 拜託 聖劍傳說4 那什麼東西啊 那時候呢 接下來是即將在下個月發行的魔物獵人 魔物獵人的情報就隨便了 反正到時候買下去找大腿一起組隊獵龍就好啦 赤湖 漂流 胖丁 番茄他們都會買嘛 我就負責跟在他們後面收割龍的屍體部位就好了 所以這個跳過 再來是瑪利歐高爾夫球 紅白雞的高爾夫球大家有玩過嗎 我很愛玩欸 一個人就可以玩一個下午了 那從目前的畫面來看 是可以四個人競爭的玩這款遊戲 似乎是蠻有趣的 那體感的部分我就略過了 腰痛的人不會想這樣彎著腰玩遊戲的 那再看看後續的情報吧 目前的畫面來看是非常的讓人期待 下一個是動森的更新啦 那詳細的內容呢 我看娛樂跟Annie都有介紹了 我就不多說了 但那個神奇水管太讓人期待了吧 可以從A水管進去再從B水管出來 超方便的 相信大家看到情報後 就已經開始在盤算說 要在島上哪邊鑽水管了吧 我們就期待3月1號離端七的開賣吧 下一個是這次直面會內容中最讓我眼睛發亮的 蠟筆小新 我跟博士的暑假無法結束的七日旅行 我自己翻的 這個作品是以前曾經製作過 《僕の夏休み》製作團隊製作的小新版本 這感覺就有點像大熊的牧場物語那樣 把哆啦A夢的角色套用在牧場物語裡面 那這款就是把蠟筆小新套用在我的暑假裡 我很好奇這個作品是不是會中文化 因為以前的作品應該都沒有中文化過 如果這次推出中文化 能讓更多華語圈的人接觸這一系列作品的話 那我會還滿開心的 那就讓我們繼續期待它接下來的發展囉 最後就是這次直面會的目光焦點 七彈大作戰要出三啦 雖然是2022年才要發售 但我1跟2都沒有玩過只有看人家實況 因為我自己本身對這類型的遊戲非常的不拿手 所以我都沒有自己去玩過 但這次應該就會從三代來入門玩這款遊戲了 好啦 以上就是這次我自己整理出來 我自己感興趣的幾部作品 那以上的作品我應該都會購入 如果剛好也有跟我喜歡一樣的遊戲的 可以留言告訴我喔 也可以加進我的會員到我們的Discord群組一起玩遊戲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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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